天下自由持拼於天下之事見 無有入於無間 不是之無謂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義之益 無謂之益天下欺及之 究竟世界上最神聖的經文 是聖經 道德經 法經 可蘭經 答案非常之簡單 最少人推舉那個就是最神聖 因為第七宇宙的地球人 你已經跌入了迷惘matrix 世界 為甚麼 可蘭經最多人看 最多人信 增長得最快 超越聖經的了 很快 裡面的內容 作者是文漫的 給多個番薯糖水 麻煩 麻煩 聖經 耶穌沒有寫過 他的後人寫 佛經 聖革謀利 或者聖革謀利 他根本沒有寫過任何一個經文 不知以為他不會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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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他徒弟讚錄的 道德經 是老字 親不捨 留下五千字 一定是 這個世界上 聖人多還是奪人多 不過 經過統計 這個世界有2%的人是Leader 真是很厲害的人 2% 2%是很少 少得很厲害 你如果真的去看 四本經文 你真的去看的話 很奇怪 就算你的 隔壁水平多高 看它 都是因為他們的 謀誤 迷信 人魂熱魂 人我熱我 多人信 就多人一捧它為聖經 我剛才做一個很簡單的 測試 三個 剛才所說的宗教 包括人道教 迷水為本 嗯 非人將它神化到 又什麼神通 又四 你想想 以前宗教 想人相信最快 令人相信就是賣神通 什麼佛教啊 什麼佛教啊 基督啊 或者這個 很難經 賣神通 賣神職 哪裡有神職的 最大的奇蹟就是 iPhone 我現在跟你在談 最大的奇蹟 也都是最 準的驗證 將來沒有人可以改到我所說的 明白啊 何謂摩 何謂到 用得識是 摩亦到 是非是 道亦摩 明白啊 哪裏有 人之迷也 其入固咎 通常那些 紛紛迷迷的人呢 就會是 喜歡那些 commercial Role 幾千年都是這樣 人之迷也 其入固咎 那為什麼沒有那些很聰明的人出現呢 如果真的聖經那麼厲害 出了聖人 為什麼只有耶穌一國呢 形容出來 為什麼只有耶穌一國呢 如果佛經那麼厲害 為什麼見不到和尚出來 去 祭世為壞 現代啊 你不要說古代啊 古代 達摩 一葉到河都可以啦 你 你腦吹都可以啦 現在 非葉過河 整個滑板就可以了 沒有根本沒有根本的人 人家送到實足 真是很恐怖的 真是 你看我的頻道 是越看越聰明 迷信的人 是絕了九成九 信自己的人 兩百分之 少於兩百分之 所以就成功了 那些啦 麻煩 迷信那些人 那些是 slave follower 不是leader 那些要跟一跟領導人的嘛 不過香港人 講不明白的啦 什麼都要經過制度 要經過民主制度 那就是做 做系統的奴才 以前聽些人講 修道啊 修佛啊 那我問 啊 究竟哪個道高 還是佛高呢 有人說 道是三十三從天 佛是三十四從天 或是三十六 那樣 你看一下佛經 你再看一下道德經 差天共地 天共地 天共地 老子說宇宙 說宇宙的定律 宇宙的定律 連宇宙的number 四十二他都說出來 厲害 一身二身三 三心萬物 是萬物 或選而益之 或益而選之 屬之其固 其無正爺 正福為其 善福為妖 正確的事情 他們覺得很奇怪 正派的言論 他們是謠言 呵呵 嗨 中國有沒有一些很有靈性的人 沒有啊 沒有了 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 摺了 就算之前有沒有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幾千年已經是 但是 老子的文化都沒有人推崇 誰推得多 真是推行我 武則天主喜歡的老子 但真是推行我 所以那個破綻很簡單 你看這個 聖經 是不是最神聖 那他的派有沒有出聖人 最神聖的毛 就是 無可物得 他說我是最後一個先知 那個個就是無知 他最神聖的 commercial 當然啦 這次很神聖 你別管 他成功 因為他用最 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 令全世界人相信 就是這人的 全世界 相信 就是這人的 四書五經 竟然就是沒有道德經 什麼孝經啊 什麼逆經 是萬經之手 啊 屌 是嗎 搞出來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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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 他異信制都幾好 幾厲害 幾厲害 但是他 搞出來的經 跟著 越包越 越包越 越種 越包越種 跟著沒有人懂得解 跟著就 神化了 原來是誰做promotion呢 孔子 孔子 是做製技出身的 知不知 所以他的思想就是 老年徒 欠個番薯糖素 美姐 欠你嗎 是 我現在馬上鋪了 你 你要知道孔子 那個level 跟老子 差很遠 孔子跟老子相遇的時候 老子跟孔子說 多夠魚啊 你說的東西 什麼軍軍神神 禮兒 先禮 禮兒 道德 那些 多夠魚 孔子說 老子呢 就是 龍來的 差很遠啊 知不知道 控子叫人are孝順 老子叫不言之教 你不用叫人 孝順 你,你是父母孝順你的兒子,那就可以了 用鬼教他 你尊重孝順你的兒子就搞定了 你的兒子就尊重全世界了 尊重他自己了 好吧 不言之教 佛經不斷地說 不斷地說 一輪又說 然後隨便,是不是一個哲學家都放下去 越擺越大 雖然一邊有些事真是真的 哲學肯定是真的 不斷地吹水 不斷地吹水 吹吹吹吹吹吹吹 越吹越大 咦咦咦咦咦 搞得一些人就傻了 信佛一些人就傻傻了 我信過,傻了 真的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厲害的道德經在這裏 不知道有這麼厲害的道德經 你用不著讀佛經 哇,又沒有根據,又不知道是誰作的 一個老子 一句說話,破了釋迦茅尼所說的東西 去彼取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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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孔夫子 他都答他的徒弟 徒弟問他 死後會怎樣呢 孔子都會答未知身何知死 所以你想想 佛家是孔子之下 老子說孔子是多個魚 那你想想 欠天共地 欠天共地 我這樣說 我是一個 很膚淺的 這個 社論家 可以說 這個 原學家 或者經文家 很膚淺的 因為 因為 我並沒有資格批評 因為 我都是 在 依書直說 point to point 比較 實行 道德經實行 我還沒做到 道德經 他說 一句說話 就是 道 進道若退 易道若淚 什麼呢 入道的時候 好像退 一樣 不同道的人 好像說到 一樣 這個Level多高 進道若退 不是說 我要信多少 我要信 不是 我進道 好像退 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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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到爆炸 厲害到爆炸 多厲害到爆炸 多厲害到爆炸 你想一下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IQ不是很高 118 全港 都是這個 價位 這個水平 正常 可能 其他Q 不知什麼Q 不知什麼Q SQ 聖人 的 性質 高了些 所以 我也不懂 總之一看 看一看就知道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還要討論些什麼 啊 真是虔懷 好 公祝你 新年 越來越升 看我的頻道 你subscribe我 越來越升 你真的支持我 宣揚 道護話 subscribe我 未來我會有新的頻道 見稱留意